Hello,现在要分享Scarpetry的简易小动物画法。 当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,我们先看到这颗球。 通常一开始做做形,我们会把对称线给打开来。 当完成所有的对称效果之后,如果要做不对称的造型, 这时候才会把对称线关掉。 不过再次提醒大家,当你把对称线关掉之后, 我强烈建议不要再把对称线打开,因为如果你做完了不对称, 再把对称线打开,Scarpetry会强制左右对称, 那到时候造型就会变得很奇怪,会有变形的状况。 好,那这颗球呢,通常一开始我们会对它做一点捏缩, 因为我们所有的物品不可能是一个证源, 除非你要做的是比较卡通化的效果, 否则的话,通常我们不会拿正元来做造型。 那如果是一个小动物的头部, 通常它会分为额头跟蚊部以及鼻梁, 所以我现在要对它做做形。 一开始做做形,我们会用的工具是这个移动工具。 这个工具如果Global是打开的状态之下, 它是移动的功能,它可以做上下左右的移动。 但是如果Global被关掉的话, 它会变成是一个笔刷工具, 它的效果是做捏缩,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球体做各种捏缩。 我先按Ctrl加Z把它恢复。 那我们在做捏缩的时候, 一开始我的使用方式会是把笔刷调整到涵盖整个球体范围的大小。 你可以把滚轮往下拨, 然后让球体缩小一点点,拉远一点点, 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让整个笔刷涵盖到它的范围。 但是如果笔刷大小不够大, 没办法涵盖这个球体整体的话呢, 我们会去左上角的地方调整笔刷的大小。 可是如果你在左上角调整笔刷大小, 调好之后你还要再回到球体上, 看看你刚刚调的大小是不是合适, 假如不合适, 又得再回到左上角重新做调整。 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有点浪费时间。 我的习惯方式是, 我会使用空白键叫出笔刷大小工具, 然后直接在我们的球体上做调整。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笔刷大小一目了然, 这样子是比较方便的一种工作方式。 特别提醒, 假如你的滑鼠离开球体范围再按空白键的话, 你会发现我们没办法看到笔刷大小的变化。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笔刷大小的变化, 记得你的滑鼠必须是在球体的范围之内再按空白键, 这时候笔刷就会粘在你的球体上,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笔刷大小的状态。 好,我现在把它调整成涵盖整个球体范围的状态之后呢, 接着滑鼠到外侧按住滑鼠左键做翻转, 我们把它翻到侧面。 我现在想要得到一个鼻尖的效果, 那我今天要做的是一只小海榻, 那海榻呢, 我们把它往外拉一点点, 它的鼻子应该是会比较尖一点的。 好,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类似像鸡蛋一样的造型。 得到这个造型之后,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它鼻梁跟额头中间的凹陷。 好,我们把笔刷一样放在球体的范围按住空白键。 如果笔刷太大的话, 我们做这个凹陷看起来会很奇怪, 所以我们稍微缩小一点点,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大小可不可以呢? 稍微把它拉进来一点。 好,我们翻到正面来看, 好像可以。 好,做了凹陷之后, 明显的我的鼻子好像比较垂一点, 我希望它往上一点点, 所以我们这时候还可以做一点点拉提的效果。 不用去打雷射就拉提了,好棒。 好,然后我们在滑鼠滚轮往前拨, 稍微拉近一点看。 通常做了这个凹陷之后, 中间都会有一个凹槽。 如果觉得这个凹槽看起来有点暗眼,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Smooth, 也就是柔化效果工具稍微扫一下。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凹槽不见了。 接着我们翻到正面, 我一让滑鼠滚轮往下拨拉远, 我要做的是它两颊的腮帮子。 通常动物会有两个腮帮子, 这时候看起来会比较可爱一点, 所以我把滑鼠放在脸颊上, 按住空白键, 接着把滑鼠的笔刷大小变大, 然后呢, 贴着其中一边, 按住滑鼠左键往外侧拉。 对不起, 我现在是Smooth工具哦。 好, 我们拿出这个飞标工具, 然后按住空白键, 我们把它变大一点点, 然后呢, 在这个侧面往外拉, 就可以拉出一个有点像倒三角形的小脸颊。 好, 我把它的脸颊做好了。 如果我觉得这个位置哦, 我工作不方便, 我会按住ILT, 接着把滑鼠放在球体范围之外, 搭配滑鼠左键, 按住不放, 我们可以做上下左右的平移, 我把它移到, 我觉得工作比较方便的位置来看。 好, 好了之后呢, 我将滑鼠的滚轮往前拨, 哎呦, 歪掉了。 好, 你再回来一点。 OK, 好, 回来之后呢, 我们就可以针对它的鼻子跟嘴巴做造型。 那鼻子跟嘴巴做造型的话, 通常我们会使用Draw这个工具, 也就是绘制的笔刷。 如果你想要直接做造型, 直接在上面拉出一个凸起的效果, 因为我们知道Draw是做凸起的图绘, 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的, 那可是呢, 它的边界的部分就会比较不明显。 所以我的工作方式会是, 我使用Draw这个工具, 但是一开始我到左上角这个地方, 将反向雕刻打开来。 如果反向雕刻没有打开, 那我们的主要工具是往外凸起, 可是反向雕刻被打开来之后, 它会变成是往内凹陷的效果。 好, 我把反向雕刻打开来之后, 把滑鼠放在球体上, 按住空白键, 我稍微调整一下我的笔刷大扫, 现在我把它调小一点。 好, 调好之后呢, 我们在这个鼻尖的位置, 按住不放, 往外做出一个微笑的效果, 这是我的鼻子范围。 那动物的话, 通常就会有两片这个, 这叫嘴边肉嘛, 哎呦, 不好看, Ctrl加Z复原, 通常呢, 会有两片往下, 在嘴巴的地方呢, 它会有这个稳布。 好, 那要不要做出这个往上翘的这个效果, 就是看大家各自的需求了。 好, 我现在已经把它嘴巴的部分, 这些边界都先画好。 那画好之后, 我会回到图起工具, 我把反向雕刻关掉, 然后把我的笔刷放在鼻头的地方, 按住空白键, 接着拉大我的笔刷。 这笔刷要多大, 大概可以涵盖我的这个鼻子大小的这个范围, 也就是我刚刚画出来这条分割线的范围就可以了。 然后呢, 我们有两种方式, 我们可以用点按, 如果觉得想要小心一点, 你用点按。 那如果说觉得想要快一点, 那我们就可以按住滑鼠的左键不放, 做原地的旋转揉搓, 那这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鼻头。 鼻头好了之后, 下面这两片嘴唇呢, 我们也可以针对它做一点点的调整, 那我这时候把笔刷稍微缩小一点点, 可能会比较适合。 看看这样子, 哦不OK呢? 好, 然后, 一样, 我们一样可以用点按, 或者是呢, 使用揉搓的方式, 然后做出左右的这两片嘴边肉。 当我把这边处理好之后, 如果你还要一个下巴, 我们一样调整一下大小, 符合它的需求,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点点点按的效果, 然后拉出一个下巴的感觉, 如果觉得有不喜欢的地方, Ctrl加Z复原就好了。 好, 我在这边大概拉出一个嘴巴的感觉。 但是这个边线效果呢, 通常我们如果直接这样子处理的话, 它看起来也会有一点太锐利, 不自然, 所以接着我们还是会使用Smooth工具去做柔化, 但是笔刷不要这么大, 我们按住空白键稍微缩小一点, 然后呢, 一点点的柔化, 让它看起来线条比较没有那么锐利, 这时候也会稍微自然一点点。 好的。 好了, 之后呢, 鼻子的部分, 我们通常有鼻孔嘛, 那鼻孔我们就先处理了, 我一样使用猪肉工具, 然后打开左上角的板像雕刻, 按住空白键不放, 接着调整一下尺寸, 我们把尺寸稍微缩小一点, 如果这个鼻孔太大, 看起来就是变成空恰恰, 也不是啦, 好, 我可以, 好, 那如果挖出来的洞不喜欢, 你还是可以按Ctrl加Z把它复原, 好, 假设我这样做出了一个鼻孔, 如果觉得还可以再调整一下, 我们再挖一下, 好, 可以啦, 觉得不错, 或者是说, 觉得这个旁边需要再做一点点雾化, 可以把它Size调整一下, 然后呢, 调整一下笔刷的强弱这个地方, 我们稍微做一点点柔化, 可以针对它做一点点柔化, 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的明显, 好, 那如果鼻子做好了呢, 接下来就是眼睛的部分啦, 那眼睛通常我们会挖出它的眼窝, 这样子当我置入眼珠的时候, 看起来会比较自然, 那挖眼窝的方法有两种, 第一种当然我们可以用桌工具打开反向雕刻, 然后把笔刷调大一点, 直接在这里做眼窝挖凹槽, 这是一种方法,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飞镖工具, 然后呢, 我们把Size调小一点点, 用捏缩的方式往内推, 这时候也可以得到一个凹槽,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效果不一样的方式是, 如果我使用飞镖工具去做挤压的话, 它脸颊的其他部位通常会有一点点影响, 可是如果我使用的是这个桌工具, 然后直接挖凹槽, 我们会发现它旁边的部分比较不会有变形的状态, 那这里就是看各自的需求去做调整跟选择, 往挖好眼窝之后, 就可以置入一个球体, 球体选择好, 我们会选择中间的在这个档案置入球体, 置入球体, 滑鼠分开, 我会得到两颗网状的球, 假如我把滑鼠移到对称线的中间, 两颗球会合并, 那如果今天我要做身体, 我当然只需要一个物件, 所以我会把它合并, 可是因为我现在要做的是眼睛, 所以我需要两颗球体, 那我就把它直接点选, 滑鼠左键确定, 当你置入第二个球体物件的时候,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头变成深灰色, 这个是我们的遮罩效果, 因为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, 两个物件互相干扰的话, 其实不是很方便, 所以scarberry会自动帮我们做出一个遮罩, 做区分, 那这个球体叫出来之后, 有两件事情要做, 第一个, 我们当然就需要改变它的大小, 它眼珠不可能那么大嘛, 那改变大小的方式呢, 就是使用着在我们飞标工具上面的放大缩小工具, 也就是变形工具, 那变形工具打开来之后, 我们上次有说明过往下拖曳, 它是缩小, 往上拖曳, 它是放大, 所以我先把它往下拖曳, 当我缩小之后, 因为我刚刚放的位置是在它头的两侧, 如果我继续往下拉, 它会埋到头里面, 这样子我不方便, 所以我翻到侧面来, 我按住滑鼠左键, 滑鼠在外面的时候, 按住滑鼠左键, 做翻转, 这时候可以翻到侧面, 翻到侧面之后, 拿出我们的移动工具, 也就是飞标工具, 保持global是打开的状态, 它是移动工具, 所以按住我们的球体不放, 往前推拉, 好, 我把它拉到前面, 这样比较方便工作, 接着我使用滑鼠滚轮往下的方式, 稍微拉远一点点, 然后再回到放大缩小工具, 变形工具, 往下继续拉, 往下继续拖曳, 那我的眼珠大小就调整好了, 接着我再使用滑鼠滚轮往上推, 拉近一点, 然后使用移动工具, 也就是飞标工具呢, 调整一下位置, 我先把它左右拉开, 然后上下也调整一下, 然后我要把它置入到头部里面, 也就是这个眼眶里面, 在使用3D绘图工具的时候, 视角非常的重要, 因为它毕竟不是真正的一个立体的物件, 它是一个模拟效果, 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去旋转它的方位, 我要往后推的时候呢, 我必须滑鼠放在外侧, 按住左键不放, 然后呢, 旋转角度, 它才能够进行上下左右的移动, 所以在使用3D绘图软体的时候, 视角的选择很重要, 那我现在把球体大概放到我的这个眼窝里面, 那如果你希望眼珠大一点, 当然我们可以放进去之后调整位置啦, 或者再使用放大缩小工具去做调整, 刚刚这样子有点像凸眼金鱼, 很奇怪, 好, 所以我们把它缩小一点点比较可爱, 通常这个海踏的眼睛超小的, 这个小眼睛, 好, 放好之后, 我们还可以再使用移动工具去确认一下位置, 看着要上面一点, 下面一点都可以做调整, 我们再大概放了一下, 好, 放好之后,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眼窝状态看起来不满意, 我们可以使用滑鼠左键点选头部, 这个是切换两个不同的, 物件的方式, 然后我按住ILT, 使用滑鼠左键, 滑鼠在外侧, 使用滑鼠左键, 稍微将这个头拖曳到我觉得方便工作的位置, 然后滑鼠滚轮往上拉近一点, 接下来我们使用Draw这个工具, 如果你的大小是OK的话, 我现在觉得可能要大一点, 我现在觉得这个眼窝这个地方太欧陷了, 我想要修补一下, 我们使用Draw这个工具呢, 可以做修补, 可是我现在画下去是往内凹的, 原因是因为我的这个反向雕刻工具, 我把它打开了, 我们又把它关掉, 好, 我们把反向雕刻工具关掉之后, 滑鼠在上面做一点点图绘, 我们就可以把眼窝的部分, 想要做填补的部分做出来, 还可以顺道做出一个眉骨, 那要程度要怎么变化呢, 就是看大家针对这个造型的需求, 那接下来如果你觉得鼻梁好像不够高, 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时候稍微做一点调整, 那因为这个鼻梁啊, 你要翻到侧面来才可以看到效果, 现在有一点像阴沟笔, 刘德华, 好, 我们按钩就加了自己复原, 你可以用点按的方式可以做微调,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, 那第二种方式呢,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放大缩小工具, 然后这边有一个xyz, 如果xyz是打开的状态之下, 它的放大缩小是上下左右, 所有的三个面向都一起放到缩小, 可是当你把xyz关掉的时候, 你的滑鼠往上拖曳, 它就是会变成是只有直向的这个放大, 往左右拖曳就变成是只有左右的放大, 那当然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, 我们把它稍微关掉, 好, 那如果说呢, 我今天把这个golvo给关掉, 它可以针对单一部位做放大, 那如果假设我们这个鼻子想要变大的话呢, 我可以把这个笔刷放在我想要变大的范围,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, 接着我们针对它做放大, 同样的, 如果你希望它不是整体一起放大, 是希望它是往上拉长的效果, 那我们可以把xyz关掉, 那往上拉, 它就只有像这个样子, 我们的鼻子是随时可以变形的, 所以其实哦, 这个镊齿类的嘴巴, 鼻子嘴巴非常好用的原因就是因为, 我们可以随时针对它做大小的改变, 不管是嘴边肉啦, 下巴啦, 甚至于鼻头做一点改变,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效果, 这是非常方便的, 所以如果会画镊齿类的嘴部的话, 通常其他动物我们就可以做出类似的变化, 那我们做好之后, 再使用Smooth工具去做一点点的修整跟调整, 我在旁边呢, 稍微做一下柔化的效果, 我把滚轮往前稍微看一下,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凹凸不平, 我稍微再做一下柔化, 那如果觉得它的凸起的效果不够, 我们一样还是可以回来做一点点不同的变化, 比方说像这个样子, 甚至于呢, 使用刚刚的放大缩小工具去做调整, 都是可以的, 那这边建议啊, 我们如果工作到一半都要稍微存档一下, 否则就是万一荡掉了, 其实蛮麻烦的, 尤其是3D绘图软体, 它蛮吃效能, 所以如果你没有随时存档, 很有可能它会闪退, 那我们Scarvature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功能是, 如果它闪退的话, 它会帮你储存上一个步骤, 不过为了比较保险起见, 我们还是先存档一下好了, 好, 那我先把它存到今天的资料夹, 然后给它一个档案名称, 好, 我先存一次档, 好, 那做好之后呢, 我现在觉得它的脸颊不够骨,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使用, 只有这个工具去做点按, 点出我想要的效果, 如果你觉得所有这个工具啊, 做点按的这个效果不够强烈, 我们也可以使用膨胀工具, 这个膨胀工具, 然后呢, 把笔刷调大一点, 膨胀工具的效果会比较明显, 那我现在就做出了一个很可爱的塞帮子, 那要注意的是, 当我们做这个脸颊的调整, 只要我们原本的头部有做任何调整的话呢, 我们的凹槽都会受到影响, 所以眼睛的大小也会有相对应的改变, 好了, 我们得到一个这样子鼓鼓的头部了, 做好之后, 接下来就是耳朵的问题啦, 那耳朵一样, 我们直接置入一个新的物件, 那我们要选择在这个档案中置入, 然后呢, 分开一点, 点选滑鼠左键, 确认我要这个物体, 确认好之后, 嗯, 要不要先放大缩小, 其实看各自的工作习惯, 我使用滑鼠滚把它拉远一点点, 我想要先做造型, 所以呢, 我拿出我们的, 我把格罗伯关掉好了, 我们先使用这个造型工具来处理, 看看效果如何, 接着我把纸上放大一点, 然后稍微推一下, 把这个耳朵稍微往内推平, 那推平之后, 我们再把这个耳朵稍微往上一点点拉一下, 拉一下, 我们希望它看起来是比较可爱一点点, 那如果我要做凹槽的话, 我们刚刚说明过, 我可以直接推做凹槽,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点, 我可以直接推做凹槽, 可是你使用移动工具来做的这个笔刷来做凹槽的话, 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, 当你往内推,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地方, 当我把它往内推的时候, 后面也会有相对应的影响, 如果你做过黏土的话, 你就会知道说, 我们这个黏土只要搓一个洞, 底下当然也会跟着涂出来, 这是一定的, 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做这个工具的话, 它是直接取消中间的这些零件部位, 并不会影响到后面, 所以我们可以依据需求来做改变, 好, 那使用我们现在呢, 把它稍微再做一点塑形, 下来一点, 然后这边再推一下下, 好, 这个耳朵的部分不建议做的太凹, 因为如果做的太凹的话, 当你在做列印的时候, 这个地方会需要做支撑, 那这对我们列印来讲, 其实到时候才支撑, 这个地方会很丑, 而且不方便, 所以通常我们不会做的太凹, 那假如我的耳壳里面, 需要再一点点凹陷的效果, 我们可以使用猪肉工具, 打开反向雕刻, 把笔刷稍微缩小一点点, 然后用点按的方式把耳壳呢, 哦对,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, 如果我使用这个猪肉工具, 它的背后啊, 是不会有任何印象的, 因为它等于有点像是, 把我不要的部位吃掉的那种感觉, 好, 那好像有点凹啊, Ctrl加Z复原, 那耳朵边缘的部分, 如果你希望它是一个比较锐利的边的话,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个夹捏工具, 然后呢, 在边缘的地方, 我们稍微做一下揉搓, 哦对不起, Ctrl加Z, 为什么呢, 因为我反向雕刻打开了, 我们夹捏工具是做锐利边, 可是如果你把反向雕刻打开的话, 它会变成是圆弧边, 因为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效果, 所以, 哎呦对不起, 好, 所以我们要随时留意一下上面的反向雕刻工具, 那我先把这边, 我们近一点看哦, 大家会看到, 当我在这边左右来回的涂抹, 它就变成一个锐利的效果了, 好, 那耳垂的部分也处理一下好, 这个地方, 我们稍微涂抹一下, 当我涂抹完成之后呢,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缩小一点啦, 那我就使用这个放大缩小工具, 然后再把格红打开, 滑鼠按住左键, 滑鼠在这个物件的范围之内按住左键往下拉, 往下多推拉几下, 我们就可以把它缩小, 然后使用移动工具把它装到头的部分, 那记得我们要翻到侧面去看一下前后的位置对应, 到底正不正确, 好, 哎呀, 装上去好可爱哦, 怎么会这样, 好, 然后, 我们的耳朵就做好啦, 那耳朵好了之后呢, 剩下的就是身体的部分, 那身体我们会再置入一个新的球体, 好, 我再置入一个新的球体, 那身体不可能有两个吗, 我们把球体结合在一起, 结合在一起之后, 我们这时候翻到侧面来, 我们把它移动离开这个头的部位, 按住ILT, 滑鼠在外侧按左键, 把它往后推一点点, 然后我们再针对身体的部分做塑形, 好, 那我把滚轮往下拉一点点, 然后呢, 我们来看一下, 通常身体的塑形我也会使用飞镖工具, 然后把胳膊关掉,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比刷大小稍微调大一点点, 其实身体很简单, 我们往上拉一点点, 再往下凹一点点, 接着呢, 如果希望身体长一点点, 我们把它稍微拉一下, 拉一下, 做出一个有点像茄子, 或者是豌豆的效果, 我通常都叫它是豌豆, 凹一下, 屁股的部分跟背稍微调整一下, 是不是看起来像茄子啊, 好, 那我们把这个茄子做好之后, 再把Grober打开, 然后呢, 放到我想要的位置, 放上去之后, 因为水踏, 海踏这种东西哦, 它都是躺在水面上, 然后两只手把食物放在肚子上嘛, 那所以呢, 我们大概做出像这样子的感觉, 通常我们得到了一个身体之后, 装上去, 我们会对它做一些整形, 现在我把滑鼠滚轮往上拨, 放大一点, 也就是拉近一点来看, 那我们会发现呢, 这个形状可能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位置, 可能也不是很OK, 所以我把滑鼠滚轮往下拨, 接着使用我们的移动工具, 然后呢, 我们把它拉出来一点点, 我希望它的脖子可以再窄一点, 也就是肩膀的这个地方, 然后肚子的部分稍微再胖一点点, 所以我把global关掉, 然后使用我的移动笔刷, 移动工具飞标笔刷往内推, 这时候我的肩膀就会变窄一点点了, 然后在背的部分, 或者是肚子的部分, 如果我要把它变大呢, 一样我把我的鼠标放在物件上, 按住空白键, 然后把它稍微拉大一点点, 依照需求把它拉大一点点, 然后呢,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飞标工具, 把它肚子稍微做圆一点点, 这边呢, 如果要再突出来也是可以的, 好, 那这样子我们就大概完成了, 那背的部分呢, 可以推进去一点点, 让这个屁股明显一些, 好, 再把它推进去一点点, 好, 看起来好像OK, 那头脖子的部分如果要往上拉, 我们可以稍微拉挺一下下, 我们左右都要稍微看一下, 现在比如说它有点太大了, 我把它小一点, 然后再往上拉一些, 好, 都好了之后呢, 我们把胳膊打开, 再把它接回去,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, 好, 觉得差不多的话, 就往下把它拉出来,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, 当你推拉过之后, 这个地方通常会多了一个凹槽, 这个凹槽呢, 只要是用Smooth工具去处理它,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平滑的表面, 当然如果Smooth工具的强度不够, 我们可以随时在这里增加强度, 然后呢, 再做涂抹, 就可以看到, 我们的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比较光滑, 比较没有一些凹凸不平的部分, 那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稍微涂抹一下, 好, 那现在得到一个有点奇怪的身体, 好, 那这身体好了之后呢, 如果我们要调整角度, 因为我希望它的肚子是稍微往上一点, 我们要调整角度, 接下来要使用到的是, 放大缩小工具旁边的旋转工具, 旋转工具的Global打开的状态之下, 我把滑鼠移到物件上,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, 接着再把滑鼠呢, 离开原心, 会得到一个拉杆, 这个拉杆就是我的旋转角度, 我把它旋转到我要的角度之后, 再使用移动工具, 然后把它接回想要的位置, 大概是这样子, 那这时候如果你觉得, 这个头这样子接好像有点怪, 等一下睡一睡, 可能会落枕, 那我们一样可以调整它, 那切换物件的方法是, 按住Ctrl, 滑鼠在外围, 点一下左键, 我们就可以切换工作物件, 那这物件呢, 一样我使用旋转工具, 滑鼠放在要移动的物件上, 按住左键不放, 然后把你的滑鼠往外移动之后, 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物件旋转的拉轴, 那就可以稍微旋转一下它的位置, 那我们旋转好之后, 再按住Ctrl在外围用左键点选, 它又切回原本的位置, 那我们可以用移动工具, 再微调一下它的这个角度跟位置, 当你都处理好之后呢, 一只脖子好像有一点短, 按进去一点点, 好, 当我们都处理好之后呢, 原则上我们就不要再画重复的东西了, 因为我希望我画完一个身体, 其他的东西都会用身体长出来, 所以我在工作区, 我把工作区设定在身体这个物件, 然后使用快速键Ctrl加C复制, Ctrl加B贴上之后,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网状球, 我把网状球放到我要的位置, 点击滑鼠左键, 就会得到跟身体一模一样的形状, 那这个一模一样的形状, 我使用放大缩小工具, 这个工具往下拖曳, 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件缩小, 缩小之后再使用移动工具, 稍微挪进来一点, 我们要核对一下位置, 滑鼠滚轮往上拨, 靠近一点看, 按住Alt滑鼠在外面, 上下左右移动, 我们来看一下, 我今天这个物件, 接下来我要把它当成它的一双手, 可是这双手啊, 如果直接这样子, 其实是有点太短的, 所以呢, 我们把格格格工具关掉, 然后使用这个飞标的画笔, 把画笔变大一点, 这边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的是, 如果使用画笔工具来拖曳拉长物件的话, 像这个样子, 我把它放在前面的地方, 按住不放, 它可以拖曳拉长, 可是呢, 它的尖端会变成是尖的,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是保持圆的状态, 这时候我们会反向拖曳, 我们会使用这个画笔在这个尖端的部分呢, 做反向拖曳, 好了之后我们再翻到上头来看, 稍微缩小一下, 然后我们可以左右挪一下它的这个位置, 左右挪一下它的位置, 还有它的粗细, 甚至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形状, 这个形状稍微推过来一点点, 按住L, 我们把它拉上来一点点就可以, 看一下, 好, 那我们可以到这个方位来看, 使用3D会读软体啊, 刚刚讲过,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视角随时的切换,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每一个位置都是在想要的状态, 好, 假设我已经处理好了, 那这个尖端呢, 明显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, 我们可以使用Smooth这个工具呢, 去针对它做优化, 当然, 刚刚会发现, 当我这样子一画, 它就迅速变短, 原因是因为呢, 我们的强度, 其实如果开得太强, 就会有这种状况, 如果你只是要稍微柔化的话, 强度记得不要开得太强, 否则的话呢, 它会有点类似减法的效果, 把它减掉了, 好, 那我先稍微柔化一下, 那前面这个地方我也想让它圆弧一点, 好, 好了之后, 我们可以使用几个工具, 这边有一个平坦工具, 当我使用平坦工具做出来的效果呢, 它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坦面, 那如果我把我的笔刷放大来, 接着用点按的方式, 这里就是会出现一个平坦的效果, 像这个样子, 如果我要做手掌呢, 为什么要平坦, 我先把它压平, 如果我要做手掌的话, 我希望它是先压平的感觉, 然后再拿出我的这个, 主要工具, 按住空白键, 缩小画笔, 我们先说到我要的东西范围大小, 假设我要这么大, 我要做什么呢, 我希望这边有肉垫垫, 动物都有肉垫垫吗, 最可爱的就是那个肉垫垫, 然后我再确认一下我的笔刷强度, 稍微强一点点, 好, 我在这里做点按, 当然这好像长流啊, 太大了,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缩小一点, 或者是你觉得, 这样子好像有点麻烦, 我们直接用这个隆起的部分来做, 这样也是可以的, 用这个膨胀工具, 然后呢, 这个肉垫垫有这个小手掌, 所以我们把这个小手掌, 用凸起的方式, 揉出这几个小手指头的肉垫, 不过这个水泰有几个肉垫, 可能要查一下, 但是因为我懒得查了, 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吧, 好, 哎呀, 好恶心, 好, 我们就假装它有五个手指头好了, 那这五个手指头好了之后呢, 接下来就是组装到身上啦, 组装到身上, 因为它希望是放在胸口嘛, 所以我们翻到侧面之后, 用这个旋转工具, 把它放在, 哦, 对了, 胳膊要把它打开来, 把它放在物件上, 按住, 滑鼠不放会出现一个圆圈, 把滑鼠拖曳到外面出现拉杆之后, 我们可以往上拉, 当我往上拉好之后呢, 我们可以使用移动工具, 把它接到我想要的位置, 当然我现在只能看它的左右相对位置, 对不对, 上下是不OK的, 我们翻到侧面来看一下, 哎, 上下合不合需求, 好, 如果这样上上左右都可以的话,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, 手的大小可不可以呢, 我希望它大一点, 所以我使用这个放大工具, 稍微往上拖曳, 稍微放大, 哎呀, 好像有点太大, 再缩小一点点, 好, 好了之后, 接着我们就可以用旋转工具, 再做一次旋转调整位置, 当你调整好, 我们还是要使用移动工具, 把它放到比较合适一点的范围, 假设我往内一点点, 好, 我们把它放到合适一点点的范围, 好了之后, 我希望我的两只手是往内靠近一点, 那这时候方位也是很重要啦, 如果是要往内靠近, 我必须由上往下看, 使用旋转工具呢, 一样按住滑鼠不放, 接着把它往内一点点, 那如果往内之后呢, 你知道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嘛,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调整一下相对位置, 让它可以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, 好, 不过如果这样子的话, 好像会贴太近, 所以我们必须去调整各个角度, 做一点微调, 那这是在做这个雕塑的时候, 也就是我们在做3D绘图的时候, 必须要时常留意的一个状况就是, 每一个角度我们要确认到刚刚好的位置, 去做各种微调, 因为每一个细节的异动都会造成不一样的变化, 好, 那大家可以看到, 我不停地在做侧面跟正面的确认, 好了, 那我就完成两只手了, 不过这地方我要先乘挡一下, 不然的话万一有什么意外就悲剧了, 好, 我们先乘挡, 好, 当我们把手处理好之后,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是脚, 那脚的部分呢, 分成几个重点, 第一个是属于大腿的部分, 然后才是脚掌, 那大腿的话通常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做处理, 因为只要使用原工具, 然后我们直接加入两个球体, 那这两个球体当然直接这样子放的话, 可能会大小上有一点点不合适, 所以我们先调整一下它的位置, 再来调整它的大小, 否则看起来好像大腿会很粗哦, 好, 那我们先调整一下它的位置, 假设我的大腿要放这儿, 好, 那放好之后呢, 我们再使用放大缩小工具, 滑鼠往下拉的方式去调整它的大小, 调整完大小之后, 再去调整一次它的位置, 那调整好, 我们再去根据我们这个需求的部分去做, 做形, 比方说像我这边觉得它可能有点小, 我再把它拉大, 哎呦, 对不起, 因为我把Glovo关掉了, 好, 我把Glovo稍微打开, 然后往上调大一点, 调完大小之后, 这个XYZ我可以把它关掉, 然后呢, 用横向的方式去调整大小, 稍微把它压扁一点点, 接着往下或往上去推拉, 去调整一下它的状态, 让它看起来更符合需求一些, 处理好之后, 我再拿出旋转工具, 因为我觉得这个屁股两边, 两片屁股应该更接近一点, 所以我把它翻到底下, 按住滑鼠不放, 往外拖拉出, 我们的旋转杆, 接着往这内侧旋转一下, 旋转好之后, 再拿出移动工具, 去移动它的位置, 好, 假设是这个样子, 那时候会发现, 这个地方塞得太进去了, 那所以呢,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拿出旋转工具, 在上方的地, 这个上, 从上方去做旋转调整, 然后呢, 再去做移动, 这边就是各个角度, 我们都要去看一下它的状态, 如果觉得还是太小, 我把XYZ打开来, 然后往上, 稍微再让它大一点点, 好, 稍微让它翻大一点点, 好, 好像有点外翻, 我们再把它拉进来一点点, 所以你会发现, 当我们在做这种调整的时候, 会一直不停地旋转观看角度, 找到最适合的地方, 我们完成大腿之后, 接下来剩的就是脚掌的部分了, 那脚掌的部分, 因为它一定也有肉垫垫, 我的手刚刚有做肉垫垫啊, 那依据我们之前的工作习惯, 做过的东西我们不要再重做, 所以我们用手来做修改就可以了, 那我们现在就对它做Ctrl加C, Ctrl加V贴上, 贴上之后呢,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, 好, 我得到了两只复制出来的手, 然后我再使用移动工具, 把它移到我想要的位置来做编辑, 按住LT, 我先把它移到中间一点的状态, 好, 我们来看一下, 这两个肉垫垫呢, 如果是脚四脚朝天的话, 肉垫垫应该是朝上的, 所以我们得要做一下旋转, 把角度做个改变, 那要把角度做改变的时候, 我们必须把它翻到正面来, 然后选择旋转工具, 接着在物件本体点按滑鼠左键, 按住不放之后拉到外侧, 得到旋转拉杆, 再将你要的角度旋转出来, 这样子肉垫垫就朝上啦, 好了之后呢, 还有个问题呀, 如果我们去四脚朝天的话, 肉垫垫是朝向头的, 不可能朝向尾吧, 所以呢, 我们还得要做一点修改,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角度到正上方, 在这里你会发现, 我们要做旋转的时候, 都要根据各个角度来做修正, 好, 我让它到正上方之后, 一样滑鼠按住左键不放, 在物件上面往外拉, 拉出旋转杆之后做旋转, 如果一次不够, 我们再做一次, 好, 假设是这个样子, 那我们让它有一点点外巴的效果比较可爱, 接着我们拿出移动工具, 把它放到我觉得OK的位置, 好, 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啦, 可是这里有一点很重要, 大家通常呢, 从同一个角度来做观察的时候, 会有盲点,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位置对了, 可是我们大家没有发现, 当我翻到侧面的时候, 它跟身体是没有连在一起的, 所以在做3D绘图的时候, 建议大家一定要随时去调整各个面上跟进行, 角度, 看看你的物件有没有符合需求, 那当我翻到侧面, 除了没有跟身体连在一块之外呢,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, 它的斜度也不正确, 所以当我翻到侧面, 我就可以针对斜度的部分, 拿出旋转工具,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, 往外拉, 然后让它稍微朝上一点点, 这样子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,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, 这个脚跟的部分啊, 因为我们是用手来改的, 那这个肩膀的部分因为是手, 所以会稍微细一点, 而且有手肘的关系, 所以这个弯曲度会比较大, 可是如果拿来直接做脚跟的话, 看起来是很怪的, 而不符合自然, 所以呢, 我们该怎么做呢, 我们可以拿出Smooth这个工具, Smooth这个工具呢, 我们在这个尖端点按, 当我们使用Smooth工具点按之后, 它虽然是圆滑工具, 那但是它还有一个附加的功能, 就是会把多余的部分给吃掉, 好, 那它就变短了, 可是变短之后会有多出一个尖锐角, 对吧, 那这个尖锐角我们该怎么处理呢, 现在我们就要拿出网格工具, 在这里有一个写W的网格工具, 把网格工具打开之后, 我们就会发现, 其实哦, 3D绘图是由这些密密麻麻的三角网格构成的, 越是精细的部位, 它就会越密, 所以看起来呢, 它的亮度就会越高, 因为它的这个密度, 复杂度更高, 那像这里呢, 网格是比较密的, 这边是比较松散的,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尖锐角取消的话, 在这里有一个像太极符号的, 这个叫做局部减网格的工具, 我们把局部减网格的工具拿出来, 它一样可以调整笔刷大小, 不过现在看起来, 我的笔刷大小是不需要调的, 我们在不需要的地方做点按, 那你就会发现哦, 哦, 对不起, 现在我点按网格是变密的, 原因是因为我刚刚的反向雕刻工具, 没有把它关掉, 那没有关掉的状态之下, 它是相反的效果, 就是增加网格, 可是我是要减少网格啊, 所以我必须把它关掉, 我们来看一下哦, 大家有发现, 它的网格变大了, 对不对, 当它的网格变大, 它的形状也会稍微变得圆弧一点, 好, 圆滑一点, 那我们在上下左右看一下, 如果我们在做剪网格的时候, 剪过头, 那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变大了, 那三角形顶点的地方, 会多出这样子尖锐的角, 我们把网格关掉来观察一下, 就会多出像这样子尖锐的角,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还是可以用Smooth工具, 去做一下平滑, 让它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, 那甚至于呢,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网格工具, 然后选择增加网格, 就是把这个反向雕刻打开, 然后呢, 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网格, 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凸子状, 或者是凸起的上午不要那么多, 好, 那如果好了, 我把网格先关掉, 大概是这个样子, 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凸不平, 那我们把Smooth工具缩小一点, 然后针对局部, 我们做一下点按, 让它看起来好一点, 好, 那好了之后, 如果觉得, 哎, 那这脚后跟好像有一点点短,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下推拉, 我们使用飞标笔刷, 然后呢, 轻轻的, 我们做一下调整推拉, 翻到侧面来看一下效果如何呢, 好像可以哦, 接着再使用放大缩小的工具, 然后记得Golfo打开之后, 才能够整体放大缩小, 然后使用移动工具, 放到我想要的位置, 放上去之后, 建议还是要上下左右翻转,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一个正确的位置, 那如果觉得, 哎, 斜度还不够,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旋转工具稍微调整一下, 然后呢, 再调整位置, 好, 假设我的脚让它长在这, OK, 那如果想要让它再靠近一点, 好啊, 进来一点哦, 好啦, 那我们的脚掌就做好了, 做好脚掌之后, 最后最后, 我们还有身上一个东西, 就是它可爱的尾巴, 那尾巴的部分, 当然我们要用身体做出发咯, 我们选择身体之后, Ctrl加C, Ctrl加V, 附置, 那不可能有两个尾巴吗, 又不是九尾弧, 所以我们把它并在一起, 好, 长在这有点奇怪, 没关系, 我们把它挪到后头来, 按住LT, 把它放到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, 那这个尾巴的部分呢, 通常上面这里哦, 会往外拖翼比较长一点, 所以我一样拿出飞标工具, 把格口关掉, 接着我们把尺寸变大, 推远一点, 让我的这个工具画笔的笔刷, 可以整个涵盖到它物件的范围, 然后往外拖, 那往外拖之后, 它就会造成一个塑形的效果, 就是这样, 这个样子有一个塑形的效果, 那底下如果觉得太凸了, 我们把它弄上去一点, 让它有一点点往上翻的感觉, 那好了之后, 这个尖端的部分, 我们也要整个形哦, 往上推一点点, 哎呀, 好像不大OK啊, 没关系, 我们翻过来, 再整个形, 好了, 整完形之后呢, 来看一下这个尖端, 有点讨厌, 没关系, 我们有Smooth工具吗, 对它点按, Smooth工具对它点按之后呢, 我们可以消除这个尖端的效果, 包含什么, 底下的这个, 我们也可以用Smooth工具, 稍微揉一下, 让它看起来圆弧, 圆弧会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, 然后再使用放大缩小工具, 打开Google, 整体缩小一点点, 如果角度不对, 拿出旋转工具, 改变一下角度, 接着拿出移动工具, 把它装到尾巴的地方, 我们把它挪进来一点, 看看有没有装好啊, 好, 我们把它装到尾巴的地方, 然后呢, 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,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, 那我们的尾巴就做好啦, 做好尾巴之后, 哦, 还有一个东西, 就是它手上该拿的那个贝壳, 那贝壳怎么办, 直接拿尾巴啦, 因为贝壳是扁的嘛, 如果我还拿身体, 我还要再压扁一次, 好麻烦啊, 对于懒惰鬼来说, 这种事情我才不做呢, 所以, 我们就把这个尾巴拿出来, 尾巴拿出来之后, 放到这个地方, 我们得为它旋转一下角度, 好, 旋转一下角度, 嗯, 这样子行吗, OK, 看一下, 好, 大概是这个样子, 那, 上面的壳应该是比较凸起的, 所以我使用飞镖笔刷, 然后把Glover关掉, 放大一点点好了, 把它放在下面, 往上推, 那往上推呢, 相对的, 上面是不是就跟着凸起啦, 好, 我们往上推, 底下丑丑的怎么办, 没关系啊, 反正它是贴在胸前嘛, 丑丑的, 又没有要露出来, 不管, 好, 然后, 这个地方, 贝壳是圆的, 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圆弧, 拉出来, 拉出来, 圆弧, 好, 多拉一点点,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, 接下来还有哪里啊, 这个地方贝壳不可能这么尖, 所以我们拿出, Smooth工具, 稍微涂一下, 那如果, 想要省事一点, 我们直接用, 飞标工具, 飞标笔刷, 拉出这个贝壳底的部分, 不想要的, 推进去一点, 好, 大概是这个样子, 那造型好之后, 哎, 这好像太垂了, 太垂, 那我们使用飞标工具, 放大, 放大一点, 上去一点, 好了吗, 好, OK哦, 好像可以哦, 是尖尖的, 不喜欢, 没关系, 用这个Smooth工具, 好, 好了之后, 如果觉得, 这形状好像还行, 这好像还可以再推一下, 我们推一下好了, 省得了, 推一下, 推一下, 上去, 好, 那如果觉得形状还行,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上面的纹路了呢, 那纹路的部分, 那我们会使用主入这个工具, 主入这个工具, 当我们把反向雕刻打开来,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, 这个目前的大小好像可以哦, 我们调整好大小之后, 直接在上头, 画上纹路, 那画图是这个样子的, 如果只要不是主焦点的东西, 我们通通都可以只画出暗示造型, 暗示特征的方式来做简略的表现, 因为这样子会最省事,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画得很精致, 很精巧, 或者是很写实, 也不是不行, 可是呢, 那当然就得要花多一点时间, 可是我们现在画的是一个比较可爱版的, 并不是全写实的造型, 那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在不是主角的身上, 主角是谁呀, 就是它的脸吗, 那脸只要像, 然后身体长得像, 其实大部分人都看得出来它是什么, 这是做设计的一个小技巧, 好, 我们现在来把贝壳缩小一点, 缩小一点之后, 拿出飞镖工具, 把它放到手上的这个位置, 那放过来之后, 我们明显看到就是太大, 没关系, 再调整, 那通常我们放进来之后, 就会需要再做调整, 那放好之后呢, 注意一下这个悬空的部位, 我们得让它有一边是贴在身上的, 那贴好了之后, 如果觉得好像太多了, 我们再使用移动工具, 挪下来一点, 挪下来一点, 然后呢, 再稍微旋转一下它的角度, 让它看似来不会那么的贴到脸, 放在这个地方, 它会弄到它的嘴巴, 那之后让它缩小一点, 缩小一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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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我们看一下, 这样行吗, 埋到身体里面去了, 没关系, 让你出来嘛, 好, 我们让它用旋转工具, 然后再上来一点点, 当然在调这个的时候, 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, 就是, 这个空隙的部分, 增量不要太多, 否则的话, 可能会发生的状况, 就是到时候, 再做裂印, 拿着悬空的部位, 就得要做支撑, 那做了支撑之后呢, 显然那个地方就会比较不好拆, 所以我们在这里, 可能需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做调整, 因为小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,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做调整, 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, 好, 放上去之后, 它手上就拿了一个贝壳啦, 那我们现在先取消遮罩看一下效果, 取消遮罩的方法是按住Ctrl, 然后呢, 滑鼠在外围的地方用左键点按, 对不起, 是按住Ctrl, 滑鼠在外围的地方做拖曳, 拖曳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,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只小海踏,